接下来上场的这位舞者是中国歌剧舞剧院首席 曾经在舞蹈界获得无数奖项 今天他将给我们带来一支从未展示过的舞蹈 究竟会是什么样的呢 请做自我介绍 各位老师好 各位观众好 我叫唐诗毅 今年22岁 我来自湖南永州 今天我想邀请大家一起 跟我为舞蹈痴狂 音乐 起 在梦魇中的你 可曾疑问 我曾经在梦魇中的美丽 我曾经在梦魇中的月份 全活在你宫里 魂魄相铲 这梦魇中的月份 每一个伤 你也有每一个伤 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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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他一上舞台 整个舞台都是他的 思逸你在这个圈子里是真有名 好多人来报名的时候 只要听说你来了 他们会回去再加练两遍 然后你在集训 只要你跳一遍 好多人肯定再回去跳两遍 我看你今天跳的时候 我就在这样想 你的技术和你的名气已经够大了 现在就是怎么样成为杨老师和金老师这样的大师 我要再说一下 其实刚才大家经常说是什么大师啊 什么什么 我觉得我们就是舞者 只不过我个人也是比你们多跳了 多跳了几十年而已 不是什么大师 我们舞者本来就是用舞蹈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方式 来表达我们自己 有来跟这个自然跟生命沟通 跟人与人之间沟通 其实如果我们都说 我们是什么江湖上的大师或者大哥 这个我本来就觉得这种说法不好 其实在我们在他们这个年龄 真的还不如他们 我会继续努力的向各位老师学习 所以你本来就看得出你是很勇敢的一个女孩 就你真的 我看到你的脚伤得很厉害 想问你的脚 因为我们舞蹈这么好多次看到这样的脚了 我知道就是舞蹈是残酷的 因为就像我们就身上脚上肯定很多舞者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伤 我希望用这支舞就向所有的舞者致敬 但是也希望就是能让所有的人能够理解我们 我看你的外表我在想 但你老了 你肯定是舞鞋的哪个办公室的主任 很想听丁老师讲 成就一个好的舞者 最后你呈现在舞台上 是你的美丽 是你的优雅 是你的内容 把所有伤痛全藏起来 如果在台上我看着一个演员脚这么上来的话 我会进入不了你的带给我的舞蹈画面 我只有同情和怜悯 如果我是脚是这个样子 我会用胶部也好 什么也好 粉底 看不见 哪怕下去再流血再化弄 是我下面的问题 在台上给我这个 我觉得你让我怎么看 我想对金老师说 我今天站在这 我并不是希望用我的脚来得到大家的关注和大家的同情 但是我知道 没有但是 在我这儿没有但是 你在别的老师有在 我觉得这个错误是我犯的 因为我先送出他的脚坏了 没有我看到了 他上台我就看到这个脚 可能你没看到 没有没有 我眼睛 杨老师 他一上台我就看这个脚了 血迹斑斑的 我觉得干嘛呢 如果上台你磨好了 他根本没有 我觉得他没有要炫耀他的这个 不是他炫耀 我不是炫耀 他没有炫耀这个东西 我只是说 舞者应该把这个演示 因为你要给我呈现的是美 那美是不带瑕疵的 就像杨老师的白孔雀一样 没有任何瑕疵的 谁知道他在后面受什么罪呢 那你在舞台上给我带这个脚的话 我觉得 哎呦 这要得个同情票吗 金老师 我觉得是这个舞台太近了 那没办法 就这么近 这么近你要有地放失 那没办法 三张票你已经过了 没问题 唐诗仪 我不在乎你在圈里有多有名 方老师一再听 你在圈里很有名 很有名 但我没听说过你的名字 对不起 多有名跟我没关系 但是你跳得非常好 你是个非常好的演员 如果是有两票的话 我会提起我一票来 但是三票你已经出过了 但让我给你四票 说你最完美吗 没有 等你最完美的时候 我再给你 谢谢金老师 我理解 你也是希望我把最美好的一面 展开给大家 对 我以后会记住的 舞蹈艺术是残酷的 伤痛永远与美丽作伴 让我们向所有坚持 这项艺术的舞者 致敬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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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